作者 旺宇 由丧子为您播讲 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667集 人妖两足间的一片大海上 一片由上百座岛屿组成的群岛当中 一座方圆万里之广的巨型岛屿上 各种顿光或起或落 足有数千中低阶修士 正在岛屿各处忙碌个不停 以这座巨岛最高的一座山峰为中心 一座座楼台电雨 在附近的山脉中拔地而起 同时一杆杆震齐一块块震盘 更是被这些修士在岛上各处布置的到处都是 一圈圈的静置波动就此浮现而出 在最高巨峰的山腹之中 韩丽正在将一块头颅大小的黑白原石放在一座数亩大小的巨型法阵当中 在此石头放一放入的瞬间 这整座法阵顿时是嗡鸣声大响 无数金银符文从各处涌现而出 而那颗黑白原石则表面黑白霞光一闪 一股异样的波动从中一卷而出 一下消散到了虚空之中 银月站在韩丽的背后注视着一切 此刻忍不住地问了一句 这个法阵真的能够催动两仪磁光 遇敌于岛外吗 放心吧 这座两仪万瘾大阵 是我参考一种上古法阵才得以布置出来的 因为整座岛屿下方 埋藏了数条大型的磁光地脉 全力催动此法阵的话 不但可以遇敌于岛外 甚至还可以将法阵的范围在向外 扩大十倍以上的 韩丽摸了摸下巴说道 银月轻笑起来 若是这样的话 这座原河岛可算是安然无忧了 那两仪磁光的威力我已经见识过了 只要下面磁脉无损 就是大成存在一个不慎被困入其中的话 也足以暂时困住一段时间呢 不光如此 我发现整个乌鸦海磁脉 似乎都聚集在这片岛屿之下 其他岛屿下面同样也有磁脉存在 虽然都不如原河岛地下的强大 但是也足够布置一些简化些的两仪万引阵 如此一来的话 这些法阵和本岛可以相互呼应 足可以将两仪磁光威力再提升小半 尽致范围再扩大到一个惊人的地步呢 韩丽看了看激发的大阵一眼 有些自得地说道 银月眸光转动几下 有几分感慨之意地说道 若真能到这一步 整个乌鸦海都算是固若金汤了 韩兄也算有了一片真正的鸡叶了 怎么 你有些羡慕了 我没有记错的话 狼族那边似乎又派人过来了 你真没有意思去见一下吗 若肯回去的话 狼王之旨肯定非你莫属啊 我根本无意此职位 狼王之旨 就用那些老家伙自己去选吧 现在我只想让修为更进一步 也能进入到大成境界 如此的话 才不会被你给甩太远了 既然月儿不愿意担任狼王 那就不要回去了 至于你修炼的忘情诀呢 我翻查了许多点击 终于发现似乎也并非像敖笑前辈所言那样 无法再逆转的 韩丽点点头 神色忽然凝重几分地说道 什么 你说忘情诀 还有办法逆转回来 可是祖父他老人家明明说过 除非我愿意将修为重新打回练须境界 否则根本无法废弃此法诀的 而一旦放弃此法诀 我以后的修为也再难寸进了 银月一听这话大喜 但马上又露出了不敢相信的表情来 韩丽双目微眯几下 缓缓地回答 忘情诀彻底废弃的话 的确是不大可能 但是将其从体内单独分离的话 倒不是不能办到的 单独分离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银月有几分不解 这话说起来简单 但实际操作起来还是颇为麻烦的 我长话短说了 就是你可以练去一句化身 将忘情诀修炼出来的真元之力 全都转移到这句分身上 如此一来呢 那些负面情绪应该有很大几率 会一同从体内脱离而出的 这样做就能摆脱到忘情诀吗 普通的分身当然不行了 而且忘情诀真元一旦被分离之后 你的修为同样会掉落回炼虚境界 唯一的好处 不会再有修为难以寸进的问题了 并且重新修炼回合体境界之后 也不会再有任何平情 唯一的问题呢 就是你需要多花费些时间来修炼而已 只是多花费些时间而已 相对能解决忘情诀 缠身的问题根本不算什么 不过你这种推断 大概有几成的把握呢 多的没有 七八成还是有的 但是要将忘情诀从体内分离出来 光靠你一个人肯定是不行 必须有一名 无论修为还是神念 都远超你的人辅助才有可能 你要是真下定决心之后 我自会亲自出手相助的 七八成 这般多就足够了 但是培育出一句分身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而且听你的口气 普通分身还不行 放心吧 就算失败 你也不可能有性命之忧的 另外分身 我已经帮你找好了 韩丽文言笑了一笑 袖子一抖 身侧顿时绿光一闪 一具绿蒙蒙的身影 一下浮现出来了 银月一看清楚绿影的真面目 大吃一惊 诶 这不是你那句灵驱吗 这绿影啊 赫然是含立那句知仙灵驱 你猜对了 这句灵驱原本就是和一般的化身不同 本身并不具有丝毫灵性 只是一句空空的驱壳而已 平常操纵 我只是让曲儿 或者一丝神念 祭父于其中 现在我修为大尽 这合体期的灵驱 并没有太大作用了 送给你 正好何用 因为其知仙所化躯壳 所以本身纯净之际 能轻易地融入 各种真缘之力 外加已经有 合体后期大成的修为 容纳你的忘情觉真缘 完全不成问题 而更不用担心 他有任何的反噬了 含立一边说着 一手则冲灵驱虚空一点 顿时灵驱通体绿光狂闪 一阵模糊之后 不但身躯一下变得苗条婀娜 面容五官更是变得 和银乐一般无二的精致 只是肌肤仍是淡淡的绿色 银乐见此情形 有些目瞪口呆了 含立望了几眼灵驱 心中也不禁有几分感慨 他原本还寄希望 此灵驱在神秘绿叶的焦筑下 可以修为一路飞涨不停的 但是可惜不知什么原因呢 这灵驱在合体后期圆满境界之后 无论动用多少绿叶 也再难有丝毫的突破 始终无法进入大成的境界了 后来他在魔界血压城中 曾经得到一枚妖灵之骨 原本寄希望灵驱炼化此灵骨之后 能够得以顺利的进阶大成境界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知仙灵驱炼化灵骨之后 竟意外地仍未能得以突破大成瓶颈 倒是曲儿这丫头从此 灵骨传承记忆中得到了几种不弱的神通 这自然让韩丽大势所望了 在此种情形下 自然不如送给银月来解决忘情绝的问题了 既然韩兄真心将灵驱化身相送 那月儿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有这句灵驱的化身 我对此次解决之法 就更有几分信心了 事不宜迟 小妹现在就回去记恋这句灵驱 等到百日之后 应该可以开始忘情绝的解决问题了吧 银月轻吐一口气 带着几分异样的冲动 冲着韩丽说道 嗯 这也好 你早一日将忘情绝解决 也就早一日放下心来 在你闭关期间 我会监督门下 将洞府和所有的法阵 彻底地修建门壁的 到时候就可以全力助你 分离体内真缘了 银月冲着韩丽奄然一笑 单手一掐绝 整个人化作一团虚影 一闪的不见了 韩丽这才不慌不忙地 再转回身来 开始测试其眼前法阵 衍生的各种禁止来 他之所以这般着急地解决 银月的忘情绝的问题呢 自然是在为不久后的远行做准备 因为这一次他要去其他的大陆 一路上不知道会遇到何种麻烦 他自然不愿意再让银月 跟着一同冒险了 毕竟灵界不小 他虽然自负遇见再大的危险 自保绝无问题 但是对身边之人可就不好说了 韩丽计划数年后的其他大陆之行 除了朱果儿必须带在身边之外呢 就打算再带上花石老祖这名随从 朱果儿是因为探查小灵界通道 必须借助其神念之力 不得不带在身边 花石呢 却是因为精通水属性的神通 若去其他大陆 石油八九可能会用得到 想到这里 一个深藏许久的倩影 在韩丽的心头一闪而过 但又深吸一口气 被他暂时放在了心底深处 易大陆之行若是顺利 不久之后 他就可以见到倩影的真人了 现在他要做的 就是先把这座两仪万影大阵 彻底的布置完全 别留下什么漏洞才行 三年的时间一闪即逝 圆河岛上和三年相比 早已经截然不同了 此刻岛上不但灵气 比以前更加盎然起分 在大小山头之间 还多出了一些灵琴易寿 或盘旋飞舞或悠然走动 一些殿与楼台间 更有一些全副武装的傀儡假式 沿着固定的路线 面无表情地来回巡视着 让仙境般的画面中 凭空多出几分森然的冰煞之气来 忽然 最高飓风上传来 数声悠扬的钟鸣声 附近其他山头建筑中 无数的顿光冲天而起 全都直奔巨峰顶部 积设而去 拜见师祖 恭喜祖师出关 数千中高阶修士在山峰上一现身而出 全都从面前的一座银色宫殿 俯身参白 这些修士呢 大半都是弃灵子等人原先所收的弟子 另外一些呢 则是这三年间海大少等人 去人妖两族之地新招收的门人 按照韩丽的计划 不光这三年 以后每隔十来年 都准备扩充一下门下的人数 如此一来 相信不过百年呢 其门下人数 足以达到普通大宗的规模 在经过数千年的精心发展之后 岛上化神炼须等级的弟子呢 定会层出不穷 一些潜力极大的弟子 就算到达合体境界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时候 韩丽也已经把自己居住的宫殿 取名为清源宫 相信圆河岛清源宫的名头 不久之后 就会响彻整个风源大陆的 今天呢 就讲到这里 下一集中 桑子将继续为您播讲 《凡人修仙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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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人修仙传》